敬拜堂的家人和线上的朋友们 欢迎你们再次回到我们线上的美日曙光 今天 是2022年的农历新年大年初一 祝贺在线上的各位 新年蒙恩 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新春蒙福 新春蒙福 让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 诗篇16篇11节 你必把生命的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 在华人农历的新年 华人最喜欢说一些 或者是收到亲友的新年祝贺词 许多华人都喜欢听见 新年如意 吉祥的话 等等 祝愿所见到的大家 在新的一年里 能够步步高升 能够心想事成 不只希望能一年比一年好 也期盼能够得到很多的福分 特别是在新的一年里面 更加不用说 在这个2022年里 所以很多华人的家庭 其实基本上都很喜欢这个福字 福到 福来 把这个福呢 贴在家门前 或者是像是贴 春莲 有的也会贴在装满 米的 那种的米桶上面 前面 或者是米缸的前面 甚至有一些呢 也会把福字 倒转过来贴 真的是好希望福 赶快的来到 赶快的领到 福呢 将来到 我们的家 其实福 不只是在浓浓的 新年佳节 气氛 我们才能够感受到 在生活上 我们的上帝 赐给人的福 与福分 不只是 限于一次性的 而是在我们的 热场 作息里 上帝 不只是会把福分 加给我们 更会不断的 加添 在我们的身上 而且是 源源不绝的 不断涌流的 把倾倒的祝福 倒在我们的生命中 特别是给予那些 相信他 和信靠他的人身上 上帝的祝福 其实他不只限于 在我们日常生活上 所需的一切供应 无论是在经济上 在收入上 在学业方面 在工作上 在事业上 在家庭方面等等 当然 也包括在我们人生中的经历 我们的遭遇 他所赐给我们的应许 他的带领 还有引导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因为生命呢 其实不只限于 家财万贯 更是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 上帝所给我们的喜乐与福分 是这个世界所不能夺去的 也是这个世界所不能给予的 因此 在新的一年里 不只要走在 上帝的福气底下 更要活出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 丰盛生命的应许 那赐给我们盼望的上帝 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 不只是在 浓浓的这个农历新年气氛 我们能够感受到 上帝所给我们的那种的福气 还有盼望 盼望我们在这一点里面 都能够经历到 上帝真的很棒 在你跟我的生命 在我们生活的每个层面 我们都经历到上帝的这种的美善 相信上帝的带领 上帝的方向 去领受他 满满所赐给我们 爱的祝福 祈愿呢 各位在这新年佳节里面 不只好好能够与亲朋好友团聚 也能够好好细细的品尝 与思念 我们美好上帝 所带来的应许 与福分 祝大家 身体安康 有个蒙福与喜乐的 浓密新年 上帝赐福你 尤其